大家好,歡迎收看Bili Bala Talk 你看到我身後有一棵綠色植物 希望在我自己這個home office 裏面 多點顏色、生機、點絕一下 以至我平時做到悶的時候 有一定程度的心靈上的充電 今天就講Bili Bala的懺悔 事源就是我過去幾個月 未至於暢淡美股 但我經常都覺得 他應該要有一個調整才叫做健康 但S&P500就不斷地雷創新高 令到我自己可能賺少了 當然我買的是一些傳統的一些股票 以至於我根本不用調整 即是back to normal 我已經賺到 變相來說 如果你跟著的話 也不可能真的這麼傷 但anyway 如果你因為聽了頻道 不能追貨的時候 可能跟我一樣都可能在那方面賺少了 所以今天就來嘗試去思考 究竟 為何我會有這樣的 justification 到現在為止 我有沒有什麼東西 改變了呢 首先 為什麼我會覺得市應該要調整呢 叫做一個總結 之前其實說了不少 首先by statistics 過去幾十年 S&P500 每九個月左右 有大約10%調整 是正常的 當然 之前也都帶頭盔地錄片 就是 永遠你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有調整 那很多時候是trigger 擺某一些事件 未必因為那件事件 但是因為trigger擺 你永遠不知道那個時間 另外也都不知道調整的幅度 可以是小的 2-3% 可以是大的 20%都可以 而同一時間 同一時間也都不知道 跌多久 然後什麼時候才反彈 例如這個pandemic 上年三月大塌市 大塌了三成 很多人都會覺得 很多的紅市 跌超過20% 就叫做Technically 是一個紅市 要整年半時間才回到 之前的高位的位置 但這次你看看 去到大約12月的時候 就很快 come back everything 不要計算 現在的女創新高 然後 我們又看看 在上一次的低位 特朗普和拜登選舉 在選舉結果 Kind of 陳哀樂定 就是選舉之後的 兩天左右 就是最低了 然後就 上來 S&P500指數 到今天為止 升了29% 通常來說 假如一個 次樣的調整 就是 大約 跌三分一 升幅 應該有大約 10% 調整 有 幾接近 那個 Historical 的 一個 調整幅度 within 大約9個月左右 如果是這樣 可能 在第一季 又或者 after第一季 有調整 by statistics 是 make sense OK 不計statistics 計下 PE ratio S&P500指數 在疫情之前 是大約 24-26倍左右 這個稅位 那時候 有不少分析員 不是我自己 不少分析員都已經說 美股太高 不可能那麼高 Given the fact 有什麼貿易戰 很多東西已經在歷史新低 不可以再低 低無可低 例如失業率 這樣 但是 現在 pandemic 之後 recover 居然 居然 美股的 PE resal 根據第四季 的earning 去到40 40 多了 之前很多 既然你25-26都未必是justify 到的時候 40怎麼justify呢 當然你可以 argue 第一季 現在看到 那個resal 不單止好過 之前pandemic 當時的第2季第3季 亦都比 第4季 理想 那個peer ratio 有望跌回到30 30也是高的 再加上 那個經濟的recovery 是不是真的 那麼理想呢 當年 當年 unemployment rate 是說 3.8% Trump Trump 我未必 最喜歡他 但是 我也要 手指 事實就是 在他的掌權任期當中 就算你不是把所有功勞歸給他 都好 那個美國的失業率也是 歷史上 是 低 的一個水平 現在說的是 即使recover 70-800也好 都是6% 那麼 估計 都要一段時間 在2-3年 才去 如果可以去 3-8% 隨著所有東西都自動 的時候 假如真的 有一 一些人 是真是所謂的 Permanent Employment 的話 可能 去到 2028年 都未必 可以回到 3.8% 畢竟那個是 歷史 的一個 超低位 另外 GDP 雖然 美國 加拿大 又或者 IMF 都來上調 GDP的 Growth 的 projection 但是 但是 In general 來說 2021 都是 多了的時候技術可以增加GDP 再加上就是 你的saving rate那麼高的時候 只要有部分擠下去consumption 亦都可以托高GDP 就算是這樣的時候 Forecast 可能太保守了 如果不是的話 都是washed out 回到2019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你怎麼說是一個30倍的PE 現在仍然在說可能30倍 這些都 真的令我會覺得 調整理論上 無論是technical point 或者是一個fundamental point 都應該會發生 只不過這一刻還未發生 風水佬騙你10年8年 我就繼續欺騙自己 唯有這樣說 所以 如果不發生的時候 可能純粹就是 賺少了 如果你是 握緊一些實業股 的時候 你也 可能未必 賺少了 因為 畢竟在過去幾個月 那些是recover得 不錯的 而因為它是recover 不是在說 調整 所以 繼續握 暫時來說 也沒有問題 你聽我的指定的話 也都應該 不會輸得那麼 緊要 或者 純粹就是賺少一點 就不是虧的 anyway 那麼 今個 禮拜 出了這個 美國的第一季 銀行業績 全部都好過預期 包括 之前有 醜聞的 Wealth Fargo 也都是 Above Expectation 但是如果你看真點 那個result 其實都是 那三幅 最主要的 回報的增長 就不是 不是 intress income 因爲 因爲 利息下跌 因爲 令到 息差收窄 了 還有 計算 美國那邊 的 Average Loan Portfolio 其實 沒有什麼增長 這幾樣東西加起來 就令到 他的 interest income 實際上 是比起 上年 Pandemic的時候 是 下跌了不少 那麼 增長的地方 是 這個 Non-interest Income 但是 因為多了熱錢 變了 他那個 Wealth 的 Balance 升了 那麼 Soul Management 又多了 Trading fee 又賺多了 各方面 但是這個 都是有限 錢來的 你可能 只不過是 Wash out 他 Interest Income 那邊的 跌幅 假如 JP Morgan 那些 就會理想一點 要是 他的投行成份 比較重 最 賺得多 的 Compare to 之前 是因為 他的外壞 賬 美國 仍是跟 US Gap 他 多了一點 Flexibility 就是當他 覺得 那個撇賬 太多了 之前 他可以 拿回 IFRS 的話 他就 未必可以 那麼容易 拿回 所以 你也 解釋到 為什麼 加拿大的 銀行 相對 來講 是 比較 保守 好 他 他 拿回 外壞賬 但 反過來撇賬 的時候 又會相對的 aggressive 不撇那麼多 如果他可以選擇 他基本上 JPMorgan Chase 是 超多的 additional 反撇賬 是因為 這個緣故 令到 貨幣 爆升 所以 現階段 Wales Fargo 已經過了 40元 JPMorgan 過了 85元 我覺得 相對來講 是 比較貴 這個純粹是 我的 opinion 變了 接下來 分享一下 有什麼 股票 值得買 但是 因為 earning 未出的時候 我就比較 prefer 等 earning 才去 分享 我在這些 股票 的 pitching 今天分享到這裏 是我的 懺悔 對不起 大家 我自己都是 因為這樣 可能賺少了 在那些 真的升到爆高 我覺得 他需要調整 但是沒有調整的 股票上 歡迎大家 仍然like subscribe 和share Billy Bala Talk